港新黄秋生首度在台湾电视剧挑大梁当主角 饰演推拿师也解开患者心中的结 中医专有名词多让黄秋生下苦工苦读剧本 另外就连跟他对戏的金马影后谢银轩都能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 其实黄秋生9月8号已经来到台湾隔离 因为接下来的工作都在台湾发展 除了要宣传四楼的天堂 先前进行到一半因为疫情延宕的 开着餐车交朋友第二季也即将重启 黄秋生上半年取得就业金卡 下半年的工作几乎都在台湾 至于香港工作也没闲着 杰尼地道杀人事件就是他的最新作品 在脸书播出13分钟短片 黄秋生饰演驾训班教练 实际上是杀人仲介 制造假车祸杀人 电影还没拍成 希望透过群众募资 募得一千万元港币 寻音感剧情也吊足观众未扣 TVBS新闻何疆人神讲得不懂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